大陸央視釋出中共海軍在東海 多艘護衛艦組艦艇編隊操演 但共軍不只在東海 台海方面也有聯合戰備警巡 國防部的最新資料 截至27號清晨6點 一共徵獲33架共機 6艘共艦2枚空飄氣球 在台海周邊進行活動 而且光是26號下午 蘇凱30運8與無人機 共23架次配合共艦 執行聯合戰備警巡 其中13架飛越台海中線 進入我中北部及西南空域 是大選後最多的一次 國防部要強調 共軍的持續軍事騷擾 突然導致緊張情勢升高 也破壞了區域的穩定現狀 呼籲北京當局應該負起責任 即刻的停止這一類的 破壞性的單邊行為 給予我們一些持續的壓力 去形成所謂的 他不會因為大選結果 或也不會因為逼近年關 或者是也不會因為日期的不同 而會對我們的一個威脅造成 放鬆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會持續有這樣的一個行動 那這二軍光榮級巡洋艦 跟共軍擾臺有關係嗎 因為根據日本自衛隊訊息 26號中午徵獲一艘俄國軍艦 從沖繩海域往西南方向行駛 路線還經過台灣花蓮外海 然後日本也常常關注 這個俄羅斯海軍在周邊的活動情況 那到這個往南 再往南走呢 這其實已經是比較少見了 那中國他這個拉俄羅斯 總要就是展現 雙方的聯盟關係緊密 然後這個也希望能夠 俄羅斯在這個印太地區 多幫中國一點忙 對抗美國 專家認為兩件事可能是獨立事件 指示中二關係緊密 難免引人聯想